大家好 今天我帶著麻麻上深圳的購物公園站 參觀一下平安金融中心和Coco Park 第一站我們去了桂滿龍吃它的裝修 之後去參觀一下平安金融中心的商場 商場是由B1到9樓 總共有10層 有IMAS器院和米芝蓮餐廳 最後我們去了Coco Park 順便買榴槤千層蛋糕 到底就為80歲的麻麻有沒有腳骨力陪我們走全程呢? 大家記得看完整條片就會知道答案了 回深圳玩大家一定要帶上長輩一起共享家庭之樂 今早一早我們就和麻麻一起出發去到元朗站搭B1 不用一小時我們就去了福田口岸那裏 之後就搭4號線去匯展中心站 然後再轉羅湖線 因為麻麻是長者 所以她就可以用這個特別通道免費去搭地鐵 到了匯展中心站 我們就搭了扶手電梯上去大堂 找1號月台的指示牌 然後指示我們就可以去到1號月台 再搭多一個站我們就馬上去購物公園站 上到大堂 慢慢都是用特別通道去出閘 購物公園的D出口 直接駁住平安金融中心的副一層 今天我們基本上全部都在室內行走 所以就算下雨我們都不用帶傘 上了扶手電梯 就會見到右手邊是一個觀光層 向左手邊走就會經過按摩手續 起茶等等 都是香港人最喜歡的網紅店 阿摩手續在2018年在廣西創立 他們選擇了用最原始最傳統的方法 即是手續 去堅持研製熬煮 製作廣西的本土美食 包括廣西禮袍芋頭 八米糯米和有機茶等等 雖然價錢就會貴少少 但都很值得去試 沿著這個方向走路督 我們再向右轉就會見到碎痕咖啡 上六樓的電梯就在碎痕咖啡的對面 一出電梯就會立即見到桂滿龍 桂滿龍是用八百年前南宋時期的首都林安做主題 所以店裡的裝修全都是古色古香 媽媽就說她小時候在大陸住 那間造屋都是差不多的格調 桂滿龍就是來自於上海 她就主打杭州菜 在深圳有三家分店 第一間就位於平安金融中心的六樓 就是以西援的船營做主題 第二間桂滿龍北緯30度 就是於前海的一方城 第三間桂滿龍感受江南 位於益田廣場 桂滿龍西援船營裡的裝修就好像她的名字一樣 店裡有小橋流水 還放了兩隻烏縫的船就當VIP房 好像要大家進入江南水鄉一樣 重現南宋繁華的景象 店裡的燈光設計也用了很多心機 是用藍色去做她的主機調 餐桌上都會有不同的射燈 確保客人可以聚焦美食 又可以在昏暗的環境放鬆她的身心 根據網上資料顯示 餐廳裡的服務人員 便會變身成為店小儀 丫鬟 唐官 掌櫃等等不同的人物 他們會身穿角色的送服 在顧客面前遊走 現場便會充滿很多不同的腰殼聲 但我們今天完全感受不到這種氣氛 和普通的餐廳完全沒有什麼分別 上次我們是一方天地的南京大排檔 唐官還會喊有貴客 但這裡甚麼都沒有 今天我們帶著媽媽過來吃飯 所以不能吃過份油膩的食物 所以只好放棄網上評價最高分的東波肉 叫化雞也是招牌菜 但口碑是媽媽 所以我們都不會試 最終我們點了它的招牌 串子雞爪 揚州炒飯 龍羊酒釀饅頭 海膽石窩豆腐 黑松露杭州小籠包 和酸菜魚 串子雞爪慢火炆得很軟 加少許芝麻在表面 賣相便好看很多 放入口裡輕輕咬一口 立刻骨頭用分離 味道不錯也不會太鹹 是這間餐廳最美味的菜 揚州炒飯是炒到金黃色 飯粒粒分明看上去很清楚 但煮得太硬要好用力咬才行 否則就會消化不良 炒飯一點香味都沒有 好像少了靈魂那樣 28元一碟 勉強合格 黑松露杭州小籠包 每一籠就有5個 圍開一粒大概是3元左右 都算划算 但就吃不到黑松露的味道 除了它的顏色是污漆漆之外 和其他小籠包好像沒有太大分別 海膽石窩豆腐一盛上來 就立刻熱烈烈烈 湯汁很好味 我也忍不住喝多了幾口 豆腐完全吸收了湯汁的精華 慢慢吃完之後都說很好味 不夠喉要再添 龍羊酒釀饅頭5元有2個 做得非常彈口 撕開它點少許桂花糖漿 甜甜的又帶著淡淡的桂花香味 媽媽都讚它做得很好 最後一道菜就是我最喜歡吃的酸菜魚 一拿上來見到這麼大碟 我都嚇了一條 擔心吃不完 魚片切得不算厚 魚肉雪白 吃下去很嫩滑 不過有魚骨在這裡 這個就是酸菜魚的一大敗筆 配菜方面主要都是芽菜 酸菜和小量的鍋菜 但是為什麼芽菜就不剪刀呢 弄得那些晚上不好看 口感又差 每個人都知道你吃了幾塊酸菜魚 就發現沒有魚了 剩下的那些全部都是芽菜 而且是整盤的芽菜 整盤的酸菜魚就借得面頭看到幾塊 下面幾乎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塊 像樣少少的魚肉 可能今天廚師哥哥失戀 將涼拌芽菜放在酸菜魚裡面 今天這一餐的環境真是一流 但是食物還未如理想 下次要全部改喊招牌菜才行 今天賣單是212元 我們沒有用美團的優惠 茶位加紙巾佔了22% 幸好它沒有收加一小費 如果純粹為了餐廳環境而來 絕對是值的 但是如果大家對食物有期望 那就只會拜慶而回 離開的時候 外面也有很多人在等位 但是比起五六年前 要等三四四個小時才有位 它的熱潮已經減退了 在桂滿龍附近 我們找到一家米芝蓮的餐廳 葡田是福建的一個市 孖祖的故鄉 這家餐廳用葡田為名 很明顯是賣當地的美食 葡田餐廳是發源於新加坡 在幾年之前已經進軍了香港 算是香港難得一見的福建菜餐館 等我再存錢 限時帶麻麻過來試試 葡田旁邊有一間錢鍋 它對面就是頂泰豐 是來自台灣的過江龍 上次我們去頂泰豐吃小籠包 已經是好幾年前 和家人去台北的自由行 旅行的時候才吃 不知道深圳的分店 有沒有保持到它的水準呢 花月亭也是在六樓 如果不是看到它門口掛著一大排鴨 看它的裝修 我都不知道它原來是一家餐廳 在六樓的另一邊 有一間英廣的電影城 IMAX戲院 每一場戲自使給100元 深圳的消費力真的強 平安金融中心599米高 比香港最高的大廈還要高出100多米 吸引了很多不同的大公司進住這裡的辦公室 所以底下的平安金融商場水漲船高 吸引了很多不少高質素的餐廳進住 就好像這個位於7樓的蟹道 堪稱是深圳吃蟹的天花板 它的環境氣氛很好 都處散發著濃濃的日本高級料理的格調 八樓就有一個空中花園 它的設計很漂亮 但很可惜它被人鎖住了 就不能出去參觀一下 現在我們回到B1 看看有哪些餐廳最吸引 Manna Coffee成立於上海市 主打是拿鐵咖啡、濃縮咖啡和異色咖啡 扣扣椰主打椰子水 超好麵是一家新加坡米芝蓮級餐廳 它主打是日式拉麵 但它用港式雲吞去呈現出來 還有老香雞和辣午爺梧菜 梧菜是一種成都的小食 它製作方法就是把準備好的蔬菜和肉 放進去有辣味的湯底 烤熟它之後吃 有麻辣或香辣可以吃 小癮癮於霜是一家湖南菜 如果大家自問吃得辣的話 先好去吃 老碗會陝西手宮風味小食 還有我最喜歡的羊肉串 平安金融中心的商場 真的什麼餐廳都有一家 這個打卡位色彩繽紛 好像去了夜市一樣 真的很美 去完平安金融中心的商場之後 我們就轉移鎮地去了星河Coco Park 眼前所見就是星河Coco Park一旗的南邊的入口 馬路過對面就是星河Coco Park的二旗 上次我們都介紹過裡面的天洪超市 由南門進來扶手電梯落一層 就會找到百佳永輝超市 超市裡面有好幾款榴槤蛋糕 貓山王榴槤千層蛋糕 有450克就37.5克 比千紅超市的話更便宜 找了職員過來切了一點給我們試試味 口感、香味幾乎都是一樣 職員就強烈推薦我們去買黑刺榴槤千層蛋糕 37.5克只有300克 職員說這一款榴槤量是最高的 由於不能試吃 所以我們只好買一個回家再慢慢試 雖然很好味 但貴了50%就好像不太值 超市都有冰種和保溫袋提供 買完之後拿回香港完全沒有難度 我們今天總共走了1.5萬步 媽媽應該走了1萬步有多 所以媽媽沒有說過累 但很明顯她好像有點累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媽媽在超市那裡 坐一會休息一下 趁機會快速走一個圈 順便試一下現場錄音介紹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間位於B1的超市 一天到來就看到有些蛋糕 芝士蛋糕到30元 海綿寶寶寶15元一盒 還有很多不同的麵包 蛋糕仔 這個是超市 門口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有榴槤酥 10元3個 有月餅 麻糬 甚至乎有些葡萄 好像還有榴槤味的蛋撻 但突然也有貨 超市裡面也看到很多壽司 我們先看看 種類也有很多 這裡也有些座位 可以讓大家去坐一下 也有很多人在這裡 然後走進去到超市的地區 超市也挺大的 這裡就收銀了 我們現在看看 超市也挺大的 有油 出錢一丁 看看多少錢 29.9元大概30元 杯麵 這裡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糖 好 小牛仔適合 帶他過來買些獎勵一下他 挺有趣的 還有很多不同的零食 朱古力 奇脆蛋 全部都有 不過有一點點貴 牛肉乾 豬肉乾 豬肉泡 什麼都有 任君選擇 很多 經常吃中藥 苦到沒有人有 現在看看 買些生渣球回去 送藥也不錯 有很多薯片 得價12.9元 12.9元 或者18.9元 一桶 溫習的時候 吃一下就適合了 超市也有很多不同的水果 有提子 水蜜桃 恐龍蛋 199元 199元 一盒 我們有石榴 有橙 也有些蔬菜 青椒 也有 蘿蔔 薑 南瓜 什麼東西都有 我們也看到有些香蕉 它很小 譬如這個 裡面大概有4條椒 就是6.33 6元左右 旁邊也有些不同的椒 哇 有很多不同的蟹 全被人綁住 我們看看 89元一隻 清蒸 有很多山馬蟹 什麼名蝦 多捕魚 都有 還有很多不同的海產 譬如蠅 鮑 鮑魚 尖螺 山蠔 全部都有 哇 這隻超級巨型的蟹 到底是什麼蟹呢 可以猜答 你看看 它就是太子蟹 319元一隻 它也在壽司 那裡有些 壽司 是21.9 或者我們可以買些簡單 一盒盒的壽司 三文魚 28.8元 有5件 正常的價錢 那餐廳也很多人 很旺 有一個 又是類似電器店的店 很多人在看 iPhone 15 華為手機 那些 旁邊呢 有一個B寶的專門店 再走前一點 就看到一個 我錄手絲 整條街都好像那些吃街 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例如 包 肉汁 排骨飯 三兩份 湖南手工 米粉 又或者 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食肆 甚至乎我們在前面 看到 餡仔米線 在香港 排隊 來到這裏 只有小貓 三四隻 這間餐廳 好像很多人在吃 還有 刨汁飯 刨汁 排骨飯 還有壽司餐廳 也有一間 綠茶餐廳 哇 很多酒 也有一間 老碗 餐廳 也有人吃 這一間 就是華南茶室 類似茶餐廳 冰室之類 也有幾多人在吃 B層主要是 一些食肆 或者剛剛看到的V稿 那些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些體驗店 或者Switch 也有的 看看Switch 也很有名 這個很多人買 這個遊戲機 同時V一層 也有三點攝影 就是模型店 有一間類似精品店 香港也有這間 你們看看 玩偶有多可愛 作為玩偶控的 我也很喜歡這隻玩偶 有很多可愛可愛的玩偶 十分可愛 很可愛的玩偶 星期日人流也不錯 算是旺 都有幾多人在 走街上吃吃東西 這麼多人的店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看看 先看看 原來有很多公仔 很多女生在看 這東西蠻大 蠻可愛 有頸鏈、耳環 有很多 也有洋娃娃 還有這隻 超可愛的公仔 超多 公仔也有 鎖匙扣也有 超可愛的,想買一隻 這裡有非常多的公仔 完全是公仔的大集會 旁邊有我們最近很熱的 黃色那隻 有鎖匙扣也有公仔 也有玩具 除了玩具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筆 原子筆 筆記簿那些 全部都有 是一間很貨物齊全的精品店 有些頭褲 適合青少年來選擇 還有很多蠻貓 頭褲也挺漂亮的 很多這些公仔 有油 有大的 也有小隻 還有一些超級迷你版的 鎖匙扣 有很多 超級迷你 大概違的 配備 大利 寶匙寨